旗津市場內水幾乎淹過腳踝 民眾只能涉水買菜 水不斷從排水溝湧出 市場內外滴挖地區變成潛水池 碰上年度大潮 高雄旗津海水鬥怪 民眾也擔心颱風會加劇影響 這兩天剛好是要颱風 大潮的話就是現在 今天來得比較晚 颱風來也是會漲 真的會漲 颱風來可能我們就沒有來做生意 大颱風 大颱風就要預防 不只其經 屏東東港青城也開始海水倒灌 東港地區已經連煙四天 民眾只能涉水通行 除了馬路淹水就連住家也淹 住戶只能不停掃水 騎車出門還會熄火 因為颱風影響小琉球東流線二十四二十五號停航 上午還是有不少靜香客不畏風雨等倒拜拜 島上業者則把握時間捕獲 反正名在鳳台沒辦法送 太陽啊 我要做生意的去 那要補費 也要先補費 小琉球花瓶岩旁 還有不少民眾到海邊玩水 甚至下海游泳 遭海巡任員制止 受大潮影響 不只高坪地區 在台南運河旁 安平路上水不斷從排水溝流出 一路淹到馬路上 相關單位出動抽水機 加速排水 就連漁港邊水漲到岸上 捕魚工具全部泡水 颱風畢竟又遇到天文大潮 氣象署也提醒 沿海地區民眾要多提防淹水情況 在地新聞南部綜合報導